hiho,大家好,我是志祺 欢迎回到志祺七七的podcast 每周陪你聊聊新闻时事 社会议题或是一些轻松有趣的生活心知 那今天这一集我们要来聊聊的主题是 讨人厌的便当配菜 你吃饭有讨厌的配菜吗? 像是经典的三色豆 应该是超多台湾人心中的噩梦 不管是味道还是口感都让人难以言语 而且从以前的学校的营养午餐 到现在便当店的便当 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它的身影 很多人都超痛恨它 觉得三色豆是最应该要消失的食物之一 其他讨人厌的常见配菜 还有像是荧光咖喱 卤海带萝卜 红烧茄子 或是一种长得像电话线的 诶等等 是因为太难吃 大家连本名都懒得计吗? 总之不少人都会形容 这些配菜是料理界的灾难 虽然这种说法有点夸张 比较像是在开玩笑 不过它的确也反映出一种 大众对于食物的喜好或观感 是说这些配菜到底是谁发明的? 为什么会想要这样子料理它们呢? 这集我们精选了四种 在台湾最常引起争议的配菜 不知道其中有没有你的地雷呢?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 那些餐点里面讨人厌的配菜吧! 不过在进入今天的节目之前 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 据统计 全台湾已经有超过57万户独居老人 在经济体力等等的限制下 这些独居的长辈往往没有办法维护好居住环境 导致生活品质越来越恶劣 这个时候 长期照顾身心障碍者的台湾乐座创意协会 挺身而出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他们发起了乐座家务队的服务 以弱势互助的概念 为身障乐儿与独居长辈 搭起跨界服务的桥梁 身障乐儿化身助人天使 协助亲嫂改善长辈居住环境 彼此陪伴不再孤独无依 我们真的觉得 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专案 大家付出一份爱心 就能够在社会当中化为循环 因此 我们很希望能够邀请大家 一起来支持乐座家务队 现在只要每月捐款100元 就可以同时帮助到身障乐儿与独居老人 而且捐款还会送 身障乐儿代工包装的 厚实暖心拖特包哦 如果你也希望让社会变得更好 现在就赶快点击资讯栏连接 响应捐款吧 好的 那今天的工商服务时间就到这边 我们就开始进入节目的整体吧 首先第一个重头戏 当然就是要介绍 让很多人听到就怕的三色豆 三色豆是由青豆人 玉米红萝卜组成的 其中红萝卜有维生素A 可以增强抵抗力 青豆人有膳食纤维 可以帮助消化 玉米自有叶黄素 可以照顾眼睛 所以三色豆 其实是具有丰富的营养价值 不过营养归营养 口感就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有些人就好奇 这三种东西分开吃或许还可以 像是玉米本来就不难吃 但到底是谁硬要把它们凑在一起的呢 答案是美国的冷冻技术之父 克雷伦斯·博仔 1930年 他为了让住在寒冷地区的人 也能够吃到比较营养的食物 就把这三种食材切丁混合 变成了三色豆 而之所以要把食材切丁 是为了让民众不用解冻 就可以哼煮 可以更快的煮熟 所以对于住在寒冷地区的人来说 三色豆真的是非常方便的囤粮 可以说是一种救命菜 等等 台湾又不是什么寒冷地区 我们干嘛要引进三色豆 还有又是怎么样走上便当杀手 这条不归路的呢 这就要讲到1980年代的事情 当时台湾冷冻食品开始内销 政府也积极的推广校园营养午餐 所以一些团善业者 在考量成本的情况之下 就将价格低容易保存的三色豆 引进了学校 再加上因为三色豆容易烹煮 料理起来非常快速 从此三色豆就成为了 营养午餐的必备料理 99之后 许多便当业者为了省食省成本 也跟着效仿 把三色豆当作一道便当配菜 不过很多人却不喜欢三色豆 除了很可能是因为 以前在学校吃到怕冷 也可能是觉得三色豆 冷冻过后不新鲜 住起来的口感稠稠豆 很难下咽 那当然 还是有些人还吃三色豆啦 因为就像刚刚说的 它方便好煮 不但可以加进炒饭炒面 还能够再进化成各式各样的料理 像是三色豆醋糖醋鱼 或是三色豆油饭 三色豆披萨 三色豆蛋饼 总之 变化真的是非常的丰富 好的 那第二个我们要介绍的 就是我们常吃的咖喱了 一般我们知道的咖喱 有印度咖喱 泰式咖喱 或者是日式咖喱等等 其中印度 还有泰式 都是用比较多香料 所以香气很饱满 日式则是会加各种蔬菜熬煮 口感比较温和 吃起来甜甜的 那说到这个 台式咖喱的特色是什么呢 没有错 就是特别黄 甚至黄到好像有点荧光的感觉 除了看起来不太自然 有些人也抱怨 台式的荧光咖喱 几乎没有咖喱味 肉很少 几乎都是马铃薯 还有红萝卜等等 是营养午餐的噩梦之一 那到底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 其实主要也是跟料理方式有关 因为台式咖喱在制作时 会先加入大量的姜黄 接着才是少许的香料 例如像是茴香 豆蔻辣椒等等 也因此它的香气 没有一般咖喱浓郁 颜色也会变成浅黄色的 荧光咖喱 而至于咖喱里面没有肉 只能说这就跟成本有关了 而且有些阴阳午餐 在料理咖喱时 为了节省时间 还会倒入太白粉水勾芡 但如果没有掌握好 这个粉跟水的比例 很容易就会让咖喱变得太浓 或是太稀 影响口感 不过话说回来 这里还是要稍微的 帮台式咖喱平反一下 实际上 咖喱里面的姜黄 是可以帮助我们提升免疫力的 所以有专家建议 如果要让咖喱变得好吃 可以延长炖煮时间 让食材 还有酱汁 有充分的时间混合 或是把太白粉 换成面粉等等 都可以让咖喱变得更加美味 而至于第三位 要登场的便当杀手 就是那个外观看起来卷卷的 被很多人称作是电话线的食物 那因为它吃起来真的太神秘 还有人曾经误传它是瓜牛肉 其实它的本名叫做海融 或是南极公牛棗 是一种褐色的藻类 生长在冷温带 接近几地的海域 例如智利 纽西兰等等 目前台湾的海融 主要也都是从国外进口的 而且价格便宜 特别的是 海融不是一开始就是卷的 它原本是直的 长得还有点像橡皮筋 直到切割 泡水之后 才会自然的卷曲 在台湾 它常常会跟九层塔 拌炒在一起 味道很香 而在其他的国家 它可能会被切成细丁 变成沙拉里面的配菜 长得一点都不像电话线 虽然有些人觉得 海融跟九层塔炒在一起 味道很重 吃起来滑滑的 咬断更是恶心 但是海融的营养价值 非常的高 不但有丰富的维生素A 膳食纤维 同时热量也很低 甚至还有研究发现 它可以治疗癌症的病发症 看起来电话线吃起来 也是很营养的 好的 那接下来 最后一种我们经验出来 超没诚意的便当配菜 你知道是谁吗 其实这个配菜长见 也是便当店必备的菜色之一 就是那个看起来红红的 吃起来甜甜的 但很多人也叫不出来 它的名字的东西 答案就是豆枣或者豆汁 其中豆枣的颜色是深褐色 做法是把黄豆磨成泥 做成条状油炸之后 再加入麦芽糖 还有糖粉熬住 所以会变得甜甜的 也很常被拿去配稀饭 而至于豆汁的做法也差不多 但它的颜色是亮红色 目的是为了让便当颜色 看起来更丰富 除此之外 有时候也会出现在寿司里面 不过重点就来了 很多人却觉得 这是他们心目当中 最讨厌的便当杀手 因为不管是豆枣还是豆汁 他们都是加工食品 吃起来味道都很假 充满了化学 那如果买便当老板 刚好给到这个配菜 而不是给其他的菜或肉 客人会觉得超亏 店家超没有诚意 再加上他们的热量也很高 大约每35公克 就有147大卡 其他类似的配菜 还有像是蜡笋丝 菜脯等等 不止这个热量高 纳含量也很惊人 所以爱吃的人 可能就要特别留意了 那话说回来 除了前面这四种争议配菜 其他被网友点名的便当杀手 还有很多竞争非常的激烈 像是这个红烧茄子 撇除有些人本来就不敢吃茄子 就连爱吃茄子的人 都觉得红烧会害茄子变得又咸又油 既粘稠又软烂 口感真的很难形容 而其他榜上有名的 还有像是卤海带萝卜 同样被大家觉得口味很咸 还有像是毛豆炒豆干 因为有很多人不懂 为什么毛豆好好的 去硬要跟豆干配一起 直接毁掉 除此之外 还有经典的炒蛋系列 好像什么东西都可以跟蛋一起炒 像是番茄炒蛋 红萝卜炒蛋 洋葱炒蛋等等 这些炒蛋本身没有问题 问题是出在 有些店家超没有诚意 通常蛋的比例就一成 等于是硬比你直接吃洋葱红萝卜一样 也难怪会抢下某些人心中的地雷宝座 节目的最后 也想来聊聊我们制作这集的想法 开枪整整一集 我想一定会有人觉得说 这些配菜明明超好吃 是你们太挑食了 那我们也知道 大家对于食物的偏好都不太一样 有人讨厌这道菜 就也一定有人喜欢 所以这集 如果你爱吃的菜不幸上榜 我们也在这边先跟你道口歉 那话说回来 这次在查资料的时候 我们也发现 其实很多人抱怨这些配菜 并不是针对食物本身 而是在针对过去的 一些痛苦经验或者是回忆 例如学校的营养午餐 从小吃到大 但有些配菜却万年不变 就了大家当然也会腻 越来越排斥 又或者有些人 以前遇到自己不喜欢吃的配菜 就会被长辈 老师硬逼着吃完 心里当然就会留下一些阴影 不过幸好我们在长大之后 就可以有更多的自由 去选择自己爱吃什么 成为自己的常位支配者 那经过这集的研究 我们觉得最大的收获是 这些被大家嫌到不行的讨厌配菜 很多都还是具有 丰富的营养价值 那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看 我们过去受的委屈 所做的牺牲 好像也都值得了啦 诶没有 怎么会值得 那至少我们现在知道 这些食物其实是营养的 某天如果再吃到 可能就不会这么的抗拒 至于原本就不排斥 这些菜色的人 有机会也可以多多尝试 好的 那我们今天 关于讨人厌配菜的介绍 就先到这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 欢迎按下最终的订阅 如果是对于这集 讨人厌配菜的内容 对我们Podcast的节目 或是我个人 有任何的疑问跟回馈 也都非常欢迎你 在Apple Podcast 我们的下午心里留言 那今天的节目 就到这边告一段落 我们就下集再见咯 掰比